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整理了一下这两天因为私事 没能给大家介绍的几件事情 首先是有关Li Junior的消息 换成恋爱的中心人物Li Junior 已经保持沉默五天了 相反,Hady和Hansoy都已经 透过社交网络对一连串的指控 进行了道歉,因为两位女生 道歉,而Li Junior却选择保持沉默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要求Li Junior 也应该亲自出面 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并指出,身为当事人的Li Junior 不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是不应该的 特别是Hady在声明中透露 去年11月分手后 我曾与Li Junior有过我们再多谈谈的对话 这使得质疑换成恋爱的情况 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很多网友们就纷纷到Li Junior的IG底下留言 是不是因为对前女友和现女友说的话 含糊其词 导致只有现女友在中间发表立场 结果让她自己的形象变差了呢 你为什么不发表立场 让女生们代替你道歉 因为你很所以被骂了好几天 继续这样下去就会抵制看你的剧 随着大众们对Li Junior的形象越来越负面 她平时的行为也引起了争议 引起最大问题的是 身为环境组织宣传大使的Li Junior 却是著名的高尔夫爱好者 Li Junior热爱高尔夫球的事情 已经多次在节目中被提到 网友们一致认为 身为绿色和平组织宣传大使活动的Li Junior 却喜欢被视为环境破坏主犯的运动高尔夫球 不仅显得双标 还是一种Greenwashing Greenwashing是指 在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 给自己塑造环保形象 为了建设高尔夫球场 需要大量砍伐树木 导致森林破坏 而且为了维护草坪 还需要使用大量的农药和水资源 因此实际上 许多环境活动家 对高尔夫球场建设持批判态度 很多捐款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后援者们 对于将Li Junior认名为宣传大使 表示感到非常背叛 甚至很多人偷漏 已经取消捐款了 3月20号 绿色和平组织对媒体表示 我们正在确认后援者们的投诉事项 并与Li Junior演员紧密沟通中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确保未来的活动 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而换成恋爱争议 不仅影响了Li Junior 也波及到了韩索尹 韩索尹目前是在韩国影视圈 广告界最活跃的顶级演员 但恰在这场争议之后 他与多个品牌的广告合约也结束了 他曾代言一年的烧酒品牌Chomchal 在3月初合约到期后没有续约 而Chomchal在一年内更换模特 是过去8年来的首次情况 2021年开始代言的NH农业银行的合约 也是最近结束了 媒体们指出 NH农业部内正在寻找新的模特 另外二手车交易平台Headler在正义后 目前也关闭了YouTube广告影片的留言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一直以环保活动家的身份 塑造自己的形象 装自己很有社会责任感 但现在看来这全是Cleanwashing 真是欺骗者伪善者 用这种人来宣传的环境组织 怎么能让人信任和支持呢 我智慧的人也都在取消捐款呢 不觉得太双标了吗 宣传大使去打高尔夫球 这根本就是欺骗啊 放任不管的绿色和平组织也让人失望 他之前说对金钱和理财没有兴趣 很难用房地产致富 但却买下大楼后赚取了数十亿的差额 呼吁成就北极兄的绿色和平的宣传大使 却疯狂于打高尔夫球 一边提倡减少塑料使用 一边宣传使用塑料制造的手机壳 嗯 原来如此 在外貌出众的娱乐圈中 他试图塑造环保的正面形象 来弥补其不足的外貌 再因为装得不好 最终都会被剪穿 黑地都发表立场文了 看他还保持沉默 就可以看出 应该百分之百是 李俊尔对韩索尔说谎 自己一个人进行了换成恋爱 真是的 韩索尔和黑地有什么罪呢 就因为见错男人 结果公开道歉了 对于李俊尔的环保组织宣传大使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 3月18号 YG娱乐官方宣布 4月1号 Payby Moose的将以 阿香加入的 欺人完全体回归 但是YG官方使用了 正式出道 而不是回归这个词 Payby Moose是在 2023年11月27号出道 发行了出道曲BetterUp BetterUp曾以 出道数位单曲的介绍 公开发表过 而且YG在去年11月 也就是Payby Moose的出道前 就表示过 11月正式出道后 将持续全力以赴 请大家多多关注 但现在将4月1号 称为出道而非回归 所以网友们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目前唯一的变化 只是被认为是 核心成员的阿香加入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将Payby Moose这次回归 视为真正出道的话 那么Payby Moose将成为 3月即将出道的 海埔新人女团艾莉 由永高兴兴姐推出的 女团Candy Shop 以及通过Universe Ticket 出道的UNICE的后备 Payby Moose的总制作人 杨阳森在YouTube表示 我认为Payby Moose正式出道 是从迷你专辑开始 4月1号发布后 会开始进行电视活动 正式宣布了 Payby Moose的出道日 等于4月1号 那么之前的活动 算是练习生吗 也就是说 不算收入也不给结算吗 核心成员开始活动 才算是正式出道的话 那么其他成员 去年进行的活动 并且还获得了新人奖 那算是什么 是开玩笑吗 那应该不要收新人奖才对呀 是因为成绩比自己想象的差 所以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吗 看YouTube订阅就能知道 还是新人就有450万订阅 反应真的很大 但出道曲表现不偶的话 那就得承认自己的制作能力很差 应该要退后 并努力把歌曲做好 而不是随便说 没有出道之类的蠢话 杨阳森是一点都不为 其他成员们想吗 唉 所以 对于Payby Moose的出道日 是4月1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点儿子 在这里 介绍一下 我们有点儿子 还是要变得 一些儿子 我们一起来 都不要 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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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人